蜻蜓FM 触电新闻 看看新闻 Zacker 新浪科技 腾讯新闻 新京报 IT168 泡泡网 手机之家 IT之家 天极网 驱动中国 快科技 看度新闻 微兔直播 好看视频 天猫直播 京东直播 苏宁直播 小米直播 小米商城 小米之家 小爱同学 小米电视 小米视频 小米油品 小米社区对发布会的大力支持 小米 선물并不 fold 给型真UST 小米相写 冋有时候残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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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我加入小米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节奏也非常快 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之下 我们这一年Redmi陆续发布了一些产品 大家先跟我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一年Redmi到底做了什么 我想大家记得还非常清楚 在今年的1月份 我们发布了Redmi Note 7 品质小金刚 把4800万像素从3000元 直接拉到了999元 在今年的3月份呢 我们发布了Note 7的升级版 Note 7 Pro 以及Redmi的第一款7WS 真无线蓝耳机 iDOTS 在今年的5月份 Redmi发布了首款的旗舰产品 Karling系列 以及发布了我们首款的Redmi笔记本 Redmi Book 14 在今年的9月份 Redmi发布了Note 8系列 Note 8系列全球首发了6400万像素四摄 随后我们又把Karling Pro做了升级 做了尊详版 以及在最近的时间 我们发布了Redmi的入门款 红米8系列 这就是这一年 我们发布的Redmi的所有的产品 抱歉 还有我们也发布了Redmi建设70寸 首次把锯屏建设做到了3399元 大家也会看到 最近整个锯屏建设70寸 75寸以及85寸 整个市场已经全部都起来 我不知道在座我们的米粉 你们有没有买过我们Redmi的产品呢 有吗 如果正在看直播的米粉 如果你买了我们的产品 麻烦你在弹幕里面打一个型号好不好 那么这一年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Redmi呢也取得了一简简成绩 我们先谈一下手机 Redmi Note 7系列 在11个月 我们全球的销量突破了2600万台 基本上成为这个价格段 全球销量最好的产品 Karling系列在6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销量突破了450万台 以及我们刚刚发布的Note 8系列 在三个月的时间 销量突破了1000万台 比Redmi Note 7的大破1000万台的记录 提前了一个多月 在ARO7领域 我们也取得了一简小小的成绩 AI Doors 真无线蓝牙耳机 在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销量突破了750万个 并且目前每个月合作在100多万个的 这样的一个销量 还在热销当中 Redmi Book 14寸 6个月京东平台笔记本销量 我们取得了单品第一 帮我切一下 在Redmi红米建设70寸上市三个月 在70寸的巨屏建设里面 我们市场占额率达到了32% 并且成为单品之一 这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Redmi所取得的一件点成绩 我代表Redmi的团队 向所有支持Redmi的合作伙伴 以及我的米粉们 说声感谢你们 谢谢 Redmi只须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首先要归功于 Redmi的使命 和Redmi的价值观 Redmi的使命 即将要服务于全球70亿人口的70% 让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并且Redmi的产品的价值观 就是要把高端产品大众化 大众产品品质化 过去以及未来 Redmi将一如既往地坚持 这样的使命 和这样的价值观 当然 在这一年里面 大家也给我取了 非常多的外号 其中有一个外号 就是这个外号 当然 卢士瓦的背后意味着 我想在我的身上 可能有Redmi这样一种 较真的精神 其实我们这个产业 坦实的来讲 专业的壁垒和专业的门槛 还是比较高 在厂家和用户之间 其实有着一个巨大的 信息的不对称 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这个产业里面 有一些友商 充分利用了这样的一种 信息的不对称 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 通过非常晦涩的市场影响的语言 包装出了非常多的概念 让消费者难以理解 我想我们的存在 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不对称 让这个行业更加地透明 我想最终受益的 一定是我们的用户 它包括Redmi的米粉 同样也包括我们友商的粉丝 我想这就是我们同一代的价值 今天我们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四款产品 Redmi笔记本 Redmi的首款的智能音箱 Redmi的首款的路由器 以及Redmi首款5G手机 首先是Redmi笔记本 我们在今年的5月23号 发布了Redmi Book 14 在今年8月份 我们把它做了升级 从原来的G8代Corey 升级为G10代Corey Redmi Book 14寸 在过去六个月里面 我们的销量超过了40万台 我们在京东14寸轻薄本里面 我们的上市战率达到了17% 并且在9到11月京东平台 我们稳居 英特尔G10代Corey笔记本里面 我们稳居机翼位 Redmi笔记本 在短短时间之内 取得这样的成绩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把极致性价比 带入了笔记本行业 上一次 我们把全金属 超薄 以及Corey G10代Corey笔记本 做到了极致性价比 这一次 我们会把全面屏带过来 所以今天 我们发布的这款笔记本就是 Redmi Book 13寸全面屏 今天这款产品 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 它是全面屏 第二 它是13寸的轻薄本 所以今天我对产品的介绍 会围绕着这两件 来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把全面屏做得有这么高的屏占比 以及我们如何做好一款轻薄本 这可能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些 你的电脑 四边都是宽的 好 我们怎么把这样一款的宽的屏幕 把它做窄呢 首先 大家一边都是把两边把它做窄 我想大家如果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笔记本 可能很多的笔记本都是 两边窄 上下宽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 把上面再去做窄 留下来 下面是宽的 最近 有一个友商 两周前 发布了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样子 三边是窄的 下面是宽的 两周前的产品 我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 Redmi今天要发布的这一款呢 会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所以我们认为 几乎四边窄才是全面屏 并且我也宣布 Redmi清华本 从今天开始到后面 全都是四边窄的全面屏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差多少 这是友商的 这是我们的 差大约一倍左右 一个是9.96毫米 一个是19.5毫米 差距非常地大 可能很多人也在位说 你们是怎么能够把 做成一个四窄边的全面屏呢 好 讲一个最简单的技术 叫Bent 180度 左边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下面我们是宽的 对不对 宽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间路板 好 我们要把它做窄 那间路板到哪里去了呢 就翻折到后面去了 所以就把这个空间给捅出来了 熟悉手机的朋友 大家知道 在我们手机里面 在做全面屏的时候 有一个叫COG技术 这个就是COG技术 这个就是COG技术 所以说在笔记本里面 他们告诉我 叫Bent 180度 但是我相信呢 后面我们应该还有空间 往下去走 因为在我们手机里面 还有COF技术和COP技术 通过这样的一个弯折 下边框缩短了48.9% 并且达到了89%的超高屏占比 好 我们拿到一个轻薄本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什么 便于携带 那么我们希望它 是不是我们随手拿起来 或者放到我们的背包里 或者放到我们的夸包里 所以我们希望它特别的小巧 所以这一次 我们的轻薄本不但轻薄 并且特别小巧 它到底有多小呢 大家拿一台A4纸来 覆盖它 看一下它的笔角 一张A4纸覆盖上去 它比我们的A4纸 还要小4% 也就是说 它的面积只有A4纸的96% 然后我们把这个屏幕 减亮它 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感觉怎么样 所以轻薄又小 它便于我们携带 这是在我们的办公楼之间 我想有非常多的 Office里的这些小伙子 他们或者小姐姐 他们拿着笔记本 那么走来走去 非常非常的方便 并且你可以非常非常轻松地 放到我们的背包里 我们的胯包里 以及我们的手机包里 以及你在家里的键脑上面 你可以看到 所以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视频 来简单地看一下 我们的胸部 那么这就是 这一台Redmi部和13寸全面屏 就在我的手里 大家可以看 非常的小巧 我们把它打开 减亮看一下 那些随身喜欢 把电脑放到背包里的 大家可以真的买一台我们这个 只有1.25公斤 我的印象里 好 大家可能也会非常担心说 你非常的轻薄 会不会你会牺牲性能 我告诉大家说 它也是一个高性能的笔记本 搭载的是我们最新的 既时代英特尔酷尔的处理器 并且搭载的是 NVIDIA GeForce MX250的独立显卡 大家可能也担心 那你的续航怎么样 11个小时的超长续航 并且支持EC快充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三四五分钟把它充电充满50% 那么大家有在想说 你是轻薄的话 是不是你的空间会比较小 你的散热到底做得怎么样 这一次我们的散热系统做得也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取名叫飓风散热系统 那么飓风大家脑子里可能会有非常好的脑补的画面 那这个飓风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次静置了一个零件一毫米薄的这样的一个风扇 大家知道在建脑子里面的散热主要靠这个风扇 风扇主要靠什么 靠风扇的数量 所以说扇液越薄 我们放进去的这个风扇的这样一个扇液的数量越多 你的风量就会越大 那么这一次我们做到零件一毫米 而传统的都是零件五毫米 所以说整整薄了80% 要做到这么薄 我们要找到一种特殊的材料 这一次我们首次采用的叫超薄液晶聚合物 这种聚合物呢 它有三个特点 高强度 轻量化和高安全性 它基本上都是在航迁部件里面去采用的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静置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呢 它有74个叶片 而传统的风扇只有50片 这样的好处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它的风量增大了25% 但它的噪音却降低了两个分贝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那样的一个飓风散热系统 同时呢 它还有两个6毫米的散热管 并且整个模组是全同做的 同这样的材料 它有的好处就是它的热组特别小 这样子以后它的导热的效率又会特别的高 经过了我们这么多的散热的处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跟友商的整个散热效果的对比 左边是友商的 也是一款13寸的超宝本 右边是我们的Redmi Book 13寸 我们看到在两个主要的热检里面 这个热力图的分布 我们都比友商降了大约7度左右 降了7度左右 7度在热设计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最后一部分讲一下智能互联 可能很多人在说 我们为什么要买一个小米的笔记本 而不是买一个传统PC厂家的笔记本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我看来就要有两个差异 第一个差异 我们具有多设备 由于我们具有多设备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多设备的互联互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用手机的技术来去做笔记本 那么这时候我想是我们两个最大的不同 今天的智能互联 我们带来了小米互传 感应钥匙和语音服务 小米互传可以实现 跨不同的品类 笔记本和手机和笔记本和笔记本之间 实行文件的互传 并且这个文件能不限大小 不限格式 不限数量 只要你把它选择了之后 通过你鼠标的右键轻轻一按 就可以实现手机和PC PC和PC之间的文件的整个的传输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感应钥匙 感应钥匙是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小米又非常的可穿戴设备 这些可穿戴设备呢 带到我们的手上 当我们去打开键脑的时候 就自动解锁 离开桌面的时候 键能自动解锁 所以呢 小米手环3 我们已经支持 小米手环4 我们计划在本月月季支持 小米手表会在2020年年初支持 还有小米的云服务 我们可以实现照片的共享 内容的同步 云盘的共享和查找手机 可以随时随机来去管理 我们的设备和数据 并且它预装了 Windows 10操作系统 Office版和加清版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 Redmi Book 13寸 它有六个特点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 它是一个全面屏 89%的屏占比 并且它是一款轻薄本 非常的小机身 大家刚才可以看到 比一个A4纸还要小 第三个 它有着非常强的散热系统 第四个 它的性能和非常的强劲 大得以时代枯萎的 这样的一个强悍的性能 第五个方面 同时它是一款超长续航 能够续航11个小时 第六个 可以做到智能互联 方便我们移动办公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Redmi Book 13寸的全面屏 讲完产品 大家知道的就是价格 切不过去 好 那么 讲价格 大家 我们老习惯 习惯跟我们的友商比一下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友商的 叫 Matebook 13 这两款产品 其实几乎是一样的 屏幕的大小是一样的 屏占比是88和89 我们看到一样 然后我们的显卡也是一样的 以及我们的内存也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 我们是G10的 而友商是G8的 这是唯一的差别 当然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那么友商今天的销售的价格是 五千六百九十九元 我们是多少 四千七百九十九元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优惠 我们还有一个优惠 就是GEP的用户 如果你 交近近一百元 可以积四百元 也就是说 可以实现四千四百九十九元 比我们友商的 类似的价格段 但是性能攻击的优惠了 一千两百元 希望大家满意这个价格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版本 四千一百九十九的极显版 还有五千一百九十九的 i7版 那么我们大概一共有三个版本 这都是我们首批的 长线价的价钱 那么我们会在 今天下午进行 静近的预售 在双十二的上午十点钟 进行首卖 希望大家 发布会后 抓紧预售 双十二的时候 上午十二点 抓紧抢购 那么这一次 Redmi Book 13寸全面屏 把继十代 酷尔全面屏 带入了四千元时代 希望 我相信这一次的 我们Redmi Book 13寸 会跟上一代的 Redmi Book 14寸一样 都会是一个爆款 我们是不是后台 可以退出去 小米在今年的年初 我们发布了双引擎战略 就是手机加AROT 并且 我们在四年前 齐出了 1加4加X的 我们的AROT战略 最核心的产品是手机 另外两个 四核心 就是我们叫 枢纽化的产品 叫笔记本 见识 音箱 和路由器 还有我们 无情多的生态链的产品 在两年前 我们的友商 提出了叫 1加8加N的 这样的一个 生态的逻辑 这个逻辑 其实跟我们四年前 提出来的 是一模一样的 最近呢 我也看到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媒体吧 有一些媒体 媒体要打个引号 然后呢 再说 我们小米在 抄我们友商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 希望我们友商呢 因为这几年 我们发现 友商在这方面 进步呢 也非常的快 希望友商在 合适的时候 最好出来生命一下 它是从我们 想学习的 不说谢谢就可以了 台湾不要说 我们在抄他们的 大家支不支持这样子 好吗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战略呢 这一次 Redmi也带来了 Redmi的小款 首款的小爱音箱 我们 我们有请我们的美女 产品经理上来给她讲解 好不好 有请郝雪奇 好 那感谢卢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大家好 我是Redmi小爱音箱的产品经理 我叫郝雪奇 今天呢 很荣幸能够代表团队 来给大家介绍 Redmi家族的新成员 Redmi小爱音箱Play 它呢 是一款大音量 好声音的人工智能音箱 那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小爱音箱累计售出 已经超过1500万台 1500万啊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销售数字 它意味着小爱音箱 已经进入到了1000多万个家庭 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同时我们的用户很活跃 小爱音箱的累计唤醒 已经超过160亿次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 有41%的用户 已经习惯使用小爱音箱 来控制家里的智能设备 可以说他们正享受着这个 动口不动手的便利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家庭 拥有这样智能的生活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 Redmi小爱音箱Play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音质上做足了功课 同时它还支持莱亚曼士网关 在智能方面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那我来为大家详细介绍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考虑到声音的效果 这次我们选择了前出音 那它整体呢 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圆角的设计 看上去大方又温和 还略有一点萌 那我们还有一个小心机 就是在它的顶部加入了LED灯 它会随着音乐的播放 呼吸闪烁 是不是很灵动 这也是我们内部都非常满意的 一个设计细节 小爱音箱啊 出了好多款 都是比较百搭的白色 或者是黑色 智能家居产品 就非得是黑白色吗 可不可以有一些 我们女生喜欢的彩色呀 那这次 幸好我是产品经理 给大家带来了 清新的马卡龙配色 这是我们啊 调整了很多次选出来的三种 非常漂亮的颜色 我们希望这个甜甜的马卡龙色 能够给大家点亮一天的好心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硬件部分 对于音质啊 我们也是很有追求的 所以下了不少功夫 这里我想着重说三个点 第一个是大音量 音量要够大 听音乐才会觉得爽 那音量和功率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采用了五瓦高品质的扬声器单元 同时啊 前出音的设计 让它的声音更加的聚集 听起来会足够大 第二个呢 是低音要好 当我们说一款音箱 它的音质 很震撼 很有感染力 这个时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低音的表现好 所以我们呢 针对低频做了专项的提升 包括采取U型风管 以及350cc的大音箱 那第三个是专业的调音 大家可能不知道 人种的不同 甚至是年龄的不同 都会造成听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针对东方的年轻人做了专业的调音 使得它的声音更符合咱们这类人群的听觉喜好 好 以上就是声音部分 这一次我们还内置了蓝牙Mesh网关 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啊 它是干什么的 我简单来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啊 家里支持WiFi的智能设备 可以通过路由器上网 就可以被小爱音箱控制了 但是有一些设备呢 它只支持蓝牙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闻锁 还有像温湿度传感器等等 那它们也想要被控制怎么办呢 得益于我们内置的蓝牙Mesh网关 这些设备也可以接入网络 并且被小爱音箱控制了 同时还使它们拥有了 比如说支持远程查看数据 以及联动其他设备 还有五感自动联网 这些特别便捷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下智能部分 它是首款支持第三代小爱同学的小爱音箱 小爱同学一直在飞速的进步 那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 它的知识库和技能都得到了数倍的提升 那音箱是一个家庭的设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像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大家都很喜欢用小爱音箱播音乐 但是每个人呢 喜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啊 我让小爱音箱播放音乐 它上一首放的还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那下一首呢 就变成了我爸喜欢的京剧智取微虎山 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觉得有些无语 那现在我们的Redmi小爱音箱Play 它支持全新的自研声闻识别算法 专制这种尴尬 它可以通过声音啊 认出家里的家庭成员 并且为它准备专属的内容 那关于这个功能呢 我们还准备了一段小短片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请看视频 小爱同学 我在 哪里人音乐 好的男先生 为你播放古典乐 小爱同学 我在 我小爱音箱 为多多播放儿歌 全新声闻识别 听声识人更懂你 大家喜欢这个功能吗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男生版的小爱同学 大家应该已经认识了 他之前呢 已经在小米手机上亮相了 现在大家还可以在Redmi小爱音箱Play上来体验它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产品部分 我们貌似有一个传统呢 就是在说价格之前啊 得给友商比一比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友商同规格的两款智能音箱 说实话 我和我的同事啊 对着这两款音箱研究了半天 发现呢 他们两个从参数到功能 甚至是外观 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换了一个名字 价格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199 一个是229 友商的这个套路有点深 我不太懂啊 那我们还是来详细看一下对比 Redmi小爱音箱Play 它的扬声器功率更大 声箱的容积更大 支持蓝牙麦式网关 音乐的内容更丰富 支持声闻识别 以及多种音色 这个对比我们可以说是 全面胜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友商音箱品类里 价格最低的一款 它是一款非智能的蓝牙音箱 扬声器功率和声箱容积都不大 智能方面的功能呢 那肯定是没有的 价格呢 99元 那作为我们Redmi首款智能音箱 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价格会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79元 比友商价格最低的非智能蓝牙音箱 还要优惠 这就是我们Redmi和小爱音箱的结合 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极具性价比的智能音箱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这种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 这就是今天带来的新品 Redmi小爱音箱Play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在今天下午开启预约 12月12日上午10点开始首卖 大家可以通过小米商城 小米油品 京东天猫苏宁平台 进行预约和购买 好 那我的部分就介绍完了 我们Redmi还有一个新品要跟大家见面 就由我的同事傅欣语来为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大家小好 大家小好 我是Redmi路由器的产品经理 傅欣语 今天呢 很高兴能够代表团队来介绍我们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市面上主流的路由器速率规格的发展史 我们看到在13年和14年这个节点有一个大的跨越 因为在14年 小米推出了小米路由器mini 以极具性价比的方式 在一夜之间将路由器的主流速率规格 从N450提升至AC1200 直到现在 AC1200仍然占据着主流路由器的位置 那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推出了Redmi首款路由器 我们要做一个更大的跨越 我们要将主流路由器的速率规格 从1000兆提升至2000兆 这就是我们的速率革命 这就是我们的新品 Redmi路由器 ACR100 说到路由器呢 它是一个相对冷门的电子产品 很多朋友可能对它了解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选一台好的路由器呢 我建议我们从四个维度来看 首先它要速度更快 它的覆盖要更广 连接要更稳定 还要更智能 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速度问题 前面讲到了 我们从1000兆提升至2000兆 那2000兆的速度究竟如何呢 我们在小米实验室 搭建了一个基于局域网内传输的一个测试环境 得出了如下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一秒钟 可以下载一个80兆的文件 我们在30秒 可以传输3GB的高清影片 我们在60秒 可以备份1000张高清图片 这就是2000兆带给我们的高速体验 那速度这么快 最重要的呢 就是5G 我们在5G频段 比传统的AC2100高出整整一倍 我们从867兆提高至1733兆 而且我们的5G频段是4乘4的 AC2100是支持2乘2的收发 那大家都知道 一些旗舰的PC都已经支持 3乘3或是4乘4的网卡 如果说这样的旗舰机 搭配AC2100 这样的路由器去使用 就会极大的浪费它的WiFi性能 而我们这款路由器 则可以完美释放这些旗舰机的WiFi性能 那第二个点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覆盖问题 那我们在覆盖上 做得怎么样呢 我们也有一个直观的数据 我们的WiFi信号可以完美覆盖 1.5个标准族舰厂的面积 那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 我们使用了6根全向的高增益天线 每一根都是5dbi 而且我们在5G频段上 比AC1200多出了两根天线 使得我们的5G的合路增益 提高了整整3dbi 那通俗来讲呢 就是我们在水平方向上的信号强度 是它们的整整 是它们的两倍 而且我们在产品的内部 也做足了内功 我们有6路的信号放大器 其中2.4G有两颗独立的信号放大器 5G有4路高性能的信号放大器 这些信号放大器 它们一方面可以提高信号发生的 它们一方面可以提高信号 发射的功率 提高信号传输的范围 另一方面呢 它们可以增强信号接收的灵敏度 这样我们的路由器 在一收一发之间 整个WiFi范围就会覆盖得更广 那我们有时候呢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手机离路由器可能比较远 但是看起来明明有信号 就是上不了网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数据在远距离传输时 它的抗干扰性变弱 衰减很严重 为此呢 我们在5G频段使用了两个黑科技 第一个 Beanforming波数成型技术 路由器呢可以自动检测 中端在网络中的位置 定向增强 中端所在方位的信号 LDPC呢是一种高效的纠错算法 它能够有效地增强数据在传输时的 抗干扰性 使远处的信号 也很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是一个速度快 覆盖广的路由器了 那它就是个好的路由器吗 可能还要差一点 它一定还需要连接更稳定 我们的路由器 在长时间的挂机测试下 能够稳定连接128台设备 因为我们使用了 双核四显成的高速CPU 单核主频高达880MHz 数据处理速度快 上网更流畅 而且呢 我们也用到了128MHz的大内存 说到128MHz大内存 可能很多朋友笑了 说现在手机PC 都是几个G的内存 128MHz也是大内存吗 可能大家对路由器不太了解 在路由器这个品类中 128MHz的内存 是一个分水岭 很多低端 中端的路由器 都是128MHz以下的 甚至有16MHz的内存 只有中端高端的路由器 才会配备这样的规格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智能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专为小米的智能家居 做了优化连接 所有需要入网的小米智能家居 配合米家APP使用 都可以实现 绵密上网 前段时间呢 有朋友问我 说你看现在我们吃鸡啊 Dota这样的游戏很火 你们的路由器 能不能给这样的游戏加速呢 我一听是个很好的想法 于是呢 我们就找到了 国内最优秀的游戏加速厂商 我们内置了他们的游戏加速器 大家知道 这种游戏加速器 它使用了全球的专线 可以支持手机 主机 PC 全终端的游戏加速 我们看到市面上 华硕 某款售价1299的高端路由器 它呢 也内置了这样的游戏加速 而且他们赠送了 价值30元的 一个月的加速体验市场 我们 作为Redmi首款路由器 我们一定要更极致 我们送三个月 这样呢 大家就可以痛痛快快地 玩三个月 而且它是价值90元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产品介绍的 所有内容了 到这个时候 我更想去说 我们的路由器 是一个真正解决了 用户痛点的路由器 我们解决了 速度慢 覆盖差 连接 不够稳定的痛点 而且我们有 丰富的软件功能 我们有针对 小米智能家居的 优化连接 我们有针对 IoT设备的安全防护 也有专为儿童 做的上网保护 还有游戏加速 那这么一款 好的路由器 它的价格 是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先找一下 我们先来横向地 对比一下 我们找到了 两款产品 一款呢 是典型的 AC1200 有商的Pro2 一款呢 是经典的 AC68U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速度 覆盖 稳定 在速度这个层面 我们的总速率 我们的5G的速率 都是遥遥领先的 在覆盖上 我们和AC68U 都使用了六路的 信号放大器 而且我们有六根的 外置天线 它们是三根 在稳定性上 我们的CPU的规格 是要略优于 AC68U的 那从这三个维度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的产品 是这三个产品中 最优秀的 它们的价格 一个是 349 一个是 739 那大家觉得 我们的价格 是多少呢 我们价格是169 这一款 真的已经是 非常厚道 非常极致的价格了 相信讲到这里 很多朋友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入手体验一下 我们的路由器了 我们在今天下午 开始预约 在12月10日的上午 10点 在12月12号的上午10点 开始手卖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 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把时间 交给卢总 谢谢两位年轻的产品经理 其实他们最近 为这个发布会 咱们初次上台 为这个发布会 也准备了很久 昨天晚上在彩排的时候 其实这个清理是没有暖气的 我看来刚才的这个小伙子 都好像有点感冒 大家给两位产品 一点掌声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带来的这两款产品 Redmi首款的小艾音箱 79元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 很简单的目标 第一 让我们的智能音箱 能够到千家万户 第二 我们要把传统的蓝牙音箱 给取代掉 我相信79元 应该可以满足 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Redmi首款的路由器呢 其实我们就要解决 叫我们用户的痛见 信号慢 信号不稳定 复告不好 然后呢 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复杂 去输很多的密码 那么这是我们 Redmi的两款产品 我相信这两款产品 也一定会是爆款 我想大家 现在一定最想清到的是 开30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开始手机的介绍 那么Redmi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手机产品矩阵的布局 旗舰的开系列 中间的千元旗舰的 Note系列 以及极端的数字系列 Redmi的开系列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把硬核科技 带给热爱科技产品的 全球的年轻的朋友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 打造了Redmi开20系列 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目标 我们带来了Redmi开30系列 2020年 我认为最重要的硬核科技 就是5G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大家对5G有四大抱怨 第一 手机贵 第二 网络覆盖 网络覆盖少 第三 资费高 第三 应用不多 这是大家对5G的 所以说也出来 有些人说 5G有什么硬 这是大家起到一个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呢 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它的Trojan 就是要从终端开始 只有让我们的终端 更大的普及 才可能有更多的应用出来 我们的网络覆盖才能更广 用户多了 我们的资费自然就会下来 所以2020年 Redmi提出来说 我们要做5G先锋 5G先锋 我们就是要把 要采用最新的5G技术 产品敬意一定要激进 并且 我们要有着最快的 发布的节奏 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 我们打造了Redmi开30 但的确 今天我们是在5G的早期 5G的技术 还有非常多的不成熟的地方 以及难度的地方 所以研发一款5G的手机 有四大难件 第一就是射频很难 第二 牵线很难 第三 结构难 第四 散热难 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解决掉 这四大问题 我们逐一看一下 射频方面 它的器件 比4G手机相比 增加了500个 并且 布板的面积 增加了20% 牵线方面呢 与4G相比 牵线的数量 增加了1-4倍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5G手机 整个机身 密密麻麻 都是牵线 由于呢 我们的牵线 是在机身的结构上 去做开槽的 所以对机身的可靠性 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并且是散热 5G手机与4G手机相比 即散热源增加了 也就是说 发热的元器件的数量增加了 接着 每一个元器件 所发的热量又增多了 所以说 三大难度 两个结合起来 造成我们在热设计方面 有着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后面我对产品的介绍呢 都会围绕着 5G手机是如何克服 这些设计的困难 来解决的 同时当然 5G手机的成本 也逐步攀升 处理器比4G贵很多 牵线 射频 散热 测试 等等 都会增加 我们5G手机的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5G手机在开始的时候 它卖的售价都非常高 当然 Redmi就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我们推出了 我们首款的Redmi的5G产品 Redmi K30 5G版 好 首先我们谈一下 5G的处理器 宣布一下 全球首发 高通骁龙 765G 也感谢高通 那么这盒芯片呢 是一个为 机功耗而设计的 其实手机的性能 跟手机的功耗 是矛盾的 性能越强 功耗越大 如何来解决 这样一个矛盾 就是要采用 共心的芯片的制程 那么 这就是整个芯片制程的演变 在今年的上半年 7纳米 还是芯片制程里面的 最先进的技术 但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由于5G的到来 所以EUV的工艺 已经起来 那么这一次呢 高通骁龙 765G 采用的就是 7纳米EUV 也是目前全世界 最先进的芯片 工艺制程 同时呢 它也是一款 集成式的 5G处理器 下面这一页 PP器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来理解 目前整个5G芯片 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5G芯片的发展 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一颗4G的芯片 加了一颗5G的基带 第二个阶段就是 一个AP 加了一个4G和5G的基带 第三个阶段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把所有的这些 在一颗芯片里面 我们把它集成起来 其实大家 在今天所看到的 不同的5G的芯片 大约都处于 不同的阶段 外挂的5G阶段 就是我们友商 前段时间发布的 一个产品 叫990 当然了 他们在 发布他们SOC的时候 他把别的芯片 叫外挂式 他们发布 他们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特别 好清的名字叫 双芯片 对不对 双芯片指的 就是这一个 其实 这个 到目前为止 全球采用 7纳米EUV工艺 以及集成式5G的 只有两颗 就是高通骁龙 765G 以及友商的 990 5G的集成版 当然了 友商发布了 两款990 但是我们研究了一会儿 发现 这两款990 叫990 是非比 不是比990 两个990都叫990 但是它完全不一样 因为一款是 5G的SOC 一款是4G的SOC 并且我们细看了一下 它的CPU GPU NPU 三大主要的 我们发现 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 这两个芯片 叫了同一个名字 其实 完全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芯片 所以我们友商 前段时间 发布的一个产品 其实采用的就是 非EUV 非集成式的 同时呢 Redmi K30 还是G2代5G手机 大家可能会纳闷说 什么是G2代5G手机 有G2代 一定会有G1代 对吗 那好 G2代和G1代的区别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好 看个视频 我们内置的是全球最领先的 5G旗舰芯片 Wawei的麒麟990 5G 这是采用全球最领先的半导体工艺制造的 7nm FinFight Plus EUV的工艺做的 Wawei Mate 30系列 是全球首款第二代的5G手机 第二代的5G手机的定义 不仅只是双架构 而且是SoC芯片 一颗芯片来完成的 再次声明一下 这个敬意不是我敬意的 是友商敬意的 我们只是借应了友商的敬意 根据友商的敬意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跟友商产品的比较 一个是G2代 一个是G1代 对吧 用了G1代的5G手机 怎么能叫标杆呢 你们说是不是 好吗 那么感谢友商 对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全新的视角 来去敬意我们不同阶段的5G手机 同时呢 765G呢 也是一个为高性能而设计的 它的CPU是跟销能855同架构 采取的1加1加6 就是一个超级大核 一个大核和六个小核的架构 CPU的性能提高了10% 并且GPU是与865相同的架构 图形的性能提高了40% 在NPU方面 也是与865相同的架构 AI算力提升了100% 那么这就是高通骁龙765G 它与70990集成板相同的集成式 并且与骁龙855相同的CPU架构 与骁龙865相同的GPU和AI硬件架构 西款非常棒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款5G的SOC的处理器 讲完处理器 我们来谈一下网络 好 支持双目5G SA和NSA 也就是独立组网和非独立组网 并且12组的牵线设计 整个机身都是牵线 目前由于5G的应用确实很少 所以如果我们的手机 你全程都在5G上去跑 功耗确实很高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 需要5G的时候跑5G 需要4G的时候需要跑4G呢 我们有了一个5G的Smart智能网络桥解 也就是说 当你用一个微信 再去发一些语音或者文字的时候 让它在4G上跑 当你突然再去看一个高清的视频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升级到5G上去 这样子可以全程对我们的功耗进行节省 同时呢 我们又支持了多网并发技术 什么就是多网并发技术 有上的Link Turbo相比 它是两路并发 也就是一路的WiFi 跟一路的4G 5G网络 进行两路并发 我们这次做到的叫三路并发 三路并发也就是说 一路的2.4G Wi-Fi 一路的5G Wi-Fi 加4G 5G网络 三路并发 那么这个场景是什么 应用的场景是什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是在一个商场的星巴克 然后你的手机 有一路接到了商场的WiFi 有一路接到了星巴克的WiFi 还有一路保留的是 是我们的4G和5G的移动网络 三路全开 来保证你的网络的信号 是稳定的 流畅的 并且不会断网 那么这就是我们 带来的5G旗舰的解决方案 全球首发骁龙765G处理器 7纳米EUV的机功耗工艺 集成式的5G基带 支持双模 并且12度的牵线设计 5G的Smart智能网络桥节 以及三路并发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我们的5G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部分 屏幕 讲屏幕呢 我想谈说先讲一下 我们的全面屏的形态 我看到非常多的米粉 在我的微博还留言说 希望你们能够出 屏下摄像头的全面屏 屏下摄像头 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 发布了我们的技术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发现 还是有一些 无法去克服的技术 还打不到量产的状态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前置相机的 拍照的效果 打不到我们的要求 所以今天的话 全面屏 我们其实只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 我们非常传承的水机全面屏 这个全面屏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 成本很近 空间的利用率特别特别好 但是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的用户 太喜心厌旧了 所以你们觉得 这个形态太老了 太老了 所以说大家在旗舰产品上 基本上都不太感应了 第二个就是弹出全面屏 弹出全面屏 是目前 所有的方法里面 能够达到的最极致的 全面屏的形态 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占用空间 那个弹出的模组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它会占用我们的空间 但是在5G时代来临的时候 手机里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所以可以预见 在明年的话 弹出式全面屏 在5G手机上 是非常非常少的 如果说大家还喜欢弹出全面屏的话 抓紧去购买我们的Karolin Pro 这个再过一两个月 可能大家想买的话 也可能买不到了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采用了Wacom屏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双挖孔 双挖孔 谈到挖孔 我们一定要去谈的 就是孔的大小 这一次我们的直径 只有4.38毫米 这可能是LCD屏幕里面 最小的挖孔的直径 友商前段时间 也出了一款最新的产品 也是Wacom 大家比一下两个孔径的大小 差别大吗 我们是4.38 友商是5.08 大家千万不要被直径的数字 所迷惑 因为面积是个平方层振比 所以说这两个孔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约的一个孔的面积 大约会差30% 其实孔径的大小 决定了打孔的技术 打孔的凉率和打孔的成本 这一次我们的屏幕采用的是 6.67寸的20比9的修长的比例 其实全面屏的眼镜 就是按照一个长宽笔来修眼镜的 我们对传统的是16比9 后面是18比9 19比9 19.5比9和20比9 这样的一个比例的眼镜 最主要要解决到 第一 我们的手握一定要握得要舒服 第二个 我们希望有更大的显示的面积 并且是一个超窄平方 上边框2.05毫米 左右边框1.85毫米 下巴采用的靠幅技术 超窄边框4.25毫米 屏其实是我们人和现实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一个窗户 所以屏幕的体验非常的重要 屏幕的体验 我们这些年来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阶段解决的是PPI 也就是屏幕的清晰度问题 第二个阶段解决的是屏幕显示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解决的是显示真律的问题 显示真律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流畅的屏幕体验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 90赫兹高准率性 将过是2020年旗舰的趋势 我也知道在微博上很多人问我说 你到底是多少赫兹 但是大家也知道 友商采用的是多少 60赫兹是吧 如果我们用90赫兹是否 我们有点担心是吧 友商60赫兹 我们用90赫兹有史公云 用了未来的技术 120赫兹 流速屏 那么120赫兹 我知道是很多人 一直在微博上想要的 120赫兹像传统的60赫兹 多了一倍的画面 并且在今天的话 120赫兹基本上只用在高端的渐镜手机 以及高端的平板电脑 用了120赫兹 你会有非一般的指尖感受 我们下面通过一个视频 来看一下 120赫兹和60赫兹 使用之后 它的感受的差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一下慢动作 左边基本就卡住了 右边就会非常的流畅 还有刷今日头桥 同样的 还有刷小红树 刷信息流的话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120Hz流速屏刷信息流的话 它可以做到高响应 高跟手 机烟石和机托影 目前的话呢 有越来越多的应用都在开始支持高帧率屏 90Hz 120Hz 我们也呼吁和欢迎 越来越多的应用能够适配高帧率 同样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流畅 游戏体验有两大要素 画质 帧率 在高帧率下呢 玩游戏的时候 体验非常的流畅 带入感强 以及可以有效地改善 我们的3G的眩晕 它支持了 感谢QQ飞车 它支持了高帧率模式 在高帧率下 直线加速的时候 它的冲击感会更强 那么在拐弯的时候呢 它的画面呢 也会更加地顺滑 我们也经过一个简单的 一个视频来简单对比 大家注意一下放大的地方 放大的地方 我看到非常的明显 当你上手 用手机去玩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种感受才能够出来 K30的话 我们动态兼容了 60Hz 90Hz和120Hz 可以让我们在叫机的功耗 来实现 它在不同的场景下的 我们对屏幕刷增率的需求 所以说 120Hz 它是一种流畅的体验 它就像我们传统的 这个视网膜屏 像我们四开的见识 其实你不用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用了之后 你感觉到 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K30的屏幕 同时支持 激蓝光护眼屏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屏幕部分 120Hz的流速屏 6.67的双挖孔 20比9的修长的比例 91的屏占比 以及支持护眼模式 2.0 讲完屏幕 我们讲一下 外观的设计 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呢 特别的独特 主要是我们Redmi的米粉 都是一群特地独行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品味和要求 这一次的设计风格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帮我们把我们的 K30的这个图片 发布了之后 我没有想到 非常非常多的米粉 披了特别多的头皮肌 在我的这个微博下 切了好一场多的照片 我想了一下 叫米粉 喜欢你说啥就是啥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 头皮肌style的 我们的高端设计风格 高端设计风格 以后看来就是 每次我发现这个 还是要外观相向 我们的米粉 征集一下名字 米粉合影护 就是我们的上级 欢迎你们投币 好吗 这个 我的确也问了一下 我们的设计师 我说你们告诉我 到底你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 他们跟我说了一下 它的设计灵感 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 来看一下 这款产品的整体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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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设计师也跟我说了一下说 它的真正的设计风格叫中视源 我们的手机呢 大家拿出我们的手机都看到 它都是一个方方的 对吗 方方的设计呢 是一种我们在科技时代的一种表达 它表达的是一种科技感 但是在今天的话 可能由于科技的信息过多 大家会有非常多的焦虑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说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中视源 来去破开我们的科技方 来去缓解一下我们的焦虑 那么大约这是设计师跟我讲的 我们主要的设计风格 比如这一次呢 我们在中间的圆形 保留了亮光的设计 周边我们采用的叫AG 也就是磨砂的这样的 呈现一种非常好的冲撞的效果 所以这叫明眸无高光 视觉冲撞 比如这种AG的这样的工艺呢 是跟最新发布的 iPhone 11 Pro上面 所采用的是同样的 它的背壳的成本 比我们传统的高光相比 要增加了60% 并且这一次呢 我们也采用的是 3G四曲面玻璃 双面支持 Counning GG5的保护玻璃 下面呢 我想通过几个视频和图片 足够把我们四个颜色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叫紫鱼幻境 这是实拍图 漂不漂亮 我发现最多的人 选的是这个紫色 还有下一个 时光独白 我们看一下实拍图 非常漂亮 这两个颜色都是AG的 也就是说背面磨砂的 第三个 深海微光 这是雷总讲的 叫不灵不灵的光 对不对 这个 这是实拍图 花影金横 那么这是实拍图 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我觉得 比这个图片 起得更好的 是我们的名字 我没想到 我们的这个小伙伴 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 都是四个字 后来我发现 好像四个字的名字 是不是 就是比三个字 扬气一些 是吧 好吗 那么我们 请我们的小伙伴呢 把我们的产品拿上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展示的是 我们两款 亚光的 就是AG的 是时光独白 和紫玉幻境 这样可以吗 还有这边 好看吗 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两个高光的 高光的两个也非常漂亮 漂亮吧 高光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大家看一下是谁啊 是我们的大猫猫 Kino 大猫猫在跟你们打招呼 大猫猫Kino 我们这个 上次我们发布 Karling的时候 我们做了 这个大猫猫系列 大家非常的喜欢 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我们把 大猫猫Kino呢 然后升级为 我们Redmi的品牌 代言人 以及他的小伙伴 叫HowHow 叫HowHow How就是大猫猫 突出的那一个火焰 最后的化身 叫HowHow 其实我非常喜欢 大猫猫这个名字 那么大猫猫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大猫猫 大猫猫代表的 就是我们Redmi的 这样一种 较真 不服输 影不言败的精神 那么 这几天我们在微博上 把Kino和HowHow 这样的一个形象 发布了之后呢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我们也给大家做了 官方的主题 以及 动怒动态的表情 并且 我们把他们做成了 唐娇的公仔 一个包装 有一个Kino 有一个HowHow 还有切纸 69元 会在我们小米商城 进行销售 如果喜欢的呢 大家可以去进行购买 下面就是 现在大家叫他的名字 好不好 王一博 王一博 那么 大家可以我想 对王一博呢 也都非常的了解 但是我想 借这个机会 还是对他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王一博 是中国流行的 男歌手 演员 主持人 并且 他的爱好 可以玩成专业 是专业的舞者 以及职业的 摩托赛车手 并且我看到呢 他在珠海的 一次比赛当中 拿到了小组的冠军 并且在今年的话 他获夺了福布斯 30位 30岁以下的名榜 是一个非常非常 优秀的小伙子 大家可能 会非常的好奇说 为什么王一博 选择了Redmi 为什么Redmi 选择了王一博 其实 我们发现 王一博热爱跳舞 热爱机车 热爱滑板 热爱音乐 并且对他的每一个热爱 他都全体地投入 Redmi呢 我们是一个 非常具有 酷爱精神的 酷爱品牌 我们用 硬核的科技 独特的设计 更高的品质 来为全球热爱科技的 年轻人 打到了我们 全生态的科技产品 王一博和Redmi之间 我们有非常多的 共同点 我们都是硬核的 都是年轻的 都是科技的 都是全情投入 和热爱的 所以这就是Redmi和 王一博 躲在一起的原因 当然 由于时间的原因 王一博非常遗憾 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他给大家带了一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Redmi手机品牌 全球代言人 王一博 代言Redmi 最打动我的就是 这是一个有热爱的品牌 它很硬核 很感玩 跟我非常地对落 就比如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跳舞 也喜欢玩机车 和玩滑板 他们都能给我一种 很兴奋的速度感 就像我手中的Redmi K30 也是有全速的热爱 有120赫兹 有5G 我在片场一直用 想把这种流畅感的速度 表达给你 我觉得呢 热爱一件事情 就是全情投入 全速热爱 比热爱更酷的是酷爱 为什么呢 因为酷爱快 因为K30很快呀 但是很遗憾 今天呢 不能跟大家一起看发布会 我们微博上见吧 好 在视频里面 我觉得有一句话 特别打动我的就是 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 就是全情投入 全速热爱 非常感谢一博 那么一博呢 也给我们看了 其他的一些图片 我们看一下 热 坚持热爱 让我一路走来 站到了今天的舞台 全速热爱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全情地投入 热爱 足够帮你击碎 所有的犹豫 我们在微博上 我们在微博上宣布了 我们跟Redmi 跟王一博牵手之后 我们急去感受到了 王一博粉丝 对王一博巨大的热爱 突然我的微博 好像也涨了几万粉 也涨了几万粉 所以我每天呢 就发一个 王一博的图片 照片 或者是视频 我就发现 就有很多的涨粉 所以为了感谢 我们一博粉丝 对一博的支持 我们在首都机场 昨天晚上 刚刚上了一个巨大的 王一博的照片的 这样一个海报 这个海报 可能是最大的 王一博海报 大约它的高是14米多 宽是7米多 希望大家 去首都机场冬季的时候 去看一下 去打个卡 拍个照片 好不好 好 那么下面就是相机 小米坚持认为 基于大级和高像素的高清 是手机影像的发展趋势 所以基于这样的 一种判断和理念 我们在今年 年初发布了4800万像素 在今年的年中 全球首发了6400万像素 在今年的年底 我们全球首发了1亿像素 其实我们又发现 友商在两年前 他们也宣布了 他们的高清战略 我们研究之后 我们认同 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在手机影像方面 我们奋起直追 所以在前段时间 我们发布的 小米CC9 Pro 获得了GXO Mark 全球与友商 并列基一的 这样一个好的成绩 但是坦实的来讲 我们又想到 友商竟然在上次的 发布会上说 高清方向 高像素方向 一亿像素都是错的 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也许是我们的进步 让友商有点着急 但是我希望 大家不要用 一亿像素的照片 内存太大 这样的理由 来去抨击一亿像素 我觉得这好像是 不太站得住脚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 同不同意我的关键 希望明年 我们的GXO Mark 完全超越友商的时候 友商不要讲说 GXO Mark的方向 好像也是错的 所以今天呢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立一个2020年的 产业的悬念 友商在2020年 是否会追随小米 错误的高像素方向呢 友商是否会 止步于4000万像素呢 友商会不会发布 6400万像素的产品 这是一个行业2020年的悬疑 我们希望用时间 来去解答这些答案 好不好 所以这一次 我们还是坚持高清路线 首发索尼 6400万像素 IMX686 我们对高像素是非常执着的 这个高像素 同样是1.7分之一英寸的大级 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 友商前的时间发布的 IMX600 同样是1.7分之一 但它跟IMX686 最大的区别 就是G1 一个是6400万像素 一个是4000万像素 第二 一个是今天刚刚发布的技术 一个是大约两年前 发布的技术 两年的时间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产业 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也看到 友商发了一篇文章说 传感器越老 打磨越久 瞧瞧越好 效果越好 这个逻辑 部分认同 也部分不认同 相机的技术 却对于三件 硬件 算法 乔教 但是 有一点 非常的简单 硬件的巨大的差距 是无法通过乔教和算法 来弥补的 所以我们会在 今天后面的 样张的对比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 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 是说 并不是你的Sensor老 乔教打磨的时间久 你的照相的效果 就会好 这个Sensor呢 同样是 硬件直出 6400万像素 采用了四合一 也就是说 0.8mm的单个像素件 可以变为1.6mm 我们看一张 王一博拍的照片 放大看一下 眼神 非常的明亮 头发 细节 非常的清楚 王一博 桌子上摆的 这就是他最喜欢的 我相信正在看直播的 一博的米粉 都应该非常的熟悉 我们逐一放大看一下 游戏机 108111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们再看一下 一博最喜欢的机车 上面的文字 也非常的清楚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滑板 滑板几下的这个 纹理 也是非常的清楚 以及 帮我过一下 它 最喜欢的收音机 大家可以看到 沙发的纹理 那么 这就是 高清像素 所能带来 给我们带来的 非常震撼的细节 这一次 凯撒林带来的是 前后六摄 后面是 六千四百万四摄 前置 两千万的双摄 我们逐一 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六千四百万的 主摄 首先看样片 这张样片 我非常的喜欢 是我们的摄影师 在意大利的 五渔村 这位意大利人称为 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这个村庄呢 背靠青山 面朝大海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 说法叫 风水很好 这个 楼层呢 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五颜六色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即便是 路上的车 船 人 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再去看一个 拍细节的 跟友商 V30的对比 我们拍了 这样的一个 书归行的书 可能粗略来看 大家看不出 太大的差异 但是我们放大了之后 可以看到 这种解析力差异的 巨大的变化 这边是不是要 清晰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K30 整个书上的 这个字是非常清楚的 爱友商的V30 这个字已经开始 变得模糊 这就是解析力 大小的差异 另外呢 第二颗摄像头 是一颗独立的 五百万的微距相机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 拍的一个可乐 这个可乐呢 是从 可能从冰箱里 刚刚拿出来 可乐上的水珠 以及这种颜色 都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还有 这是街头 小摆拍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街头的涂鸦 一拉罐 小人用图来 这都是我们 可以通过微距相机 来拍出来的一些 生活中的小乐趣 还有就是 120度的超广角 这是拍风景 还有一个大家想不到的是 超广角可以拍人物 如果一个男孩子 用超广角 给你的女朋友 拍出这种 大长腿的感觉 我相信你的女朋友 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还有一个就是 超广角的延时摄影 这是摄影师 在新西兰拍的 通过K30的超广角 延时摄影 拍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人像景深相机 其实 人像的景深相机 它跟软件相比 它有巨大的优势 就是人物 主体是突出 清晰 边缘的彩点 是非常的准确的 并且背景的虚化 是具有层次感的 所以我们看几个样张 人物是非常的 主体是清晰的 发丝 面部 细节都保留得 非常的好 抠图的整个的边缘 非常的准确 它的背景的 虚化的层次感 非常的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样张 前置相机是 2000万的主摄 200万的辐射 那么前置的虚化的效果 跟主摄的逻辑和道理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看一张样张 手机拍照 除了画质之外 我们要做到有趣 所以这一次呢 K30在有趣的功能上面去 应该来说 做了非常多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基于我们看一下 超级夜景 这一次我们搭载的算法 超级夜景的算法 是跟小米CC2 Pro 是同样的相机算法 它基于弱于处理 也就是说 可以在我们影像的几层 进行处理 能够比较好的 来去还原我们夜景的细节 以及抑制了在夜景之下拍摄照片的噪声 我们看一个照片来对比一下 这是我们的普通模式 在普通模式下 大家可以看到 人物的面部是暗的 以及背部的那个东光的那个字 它是有点过曝 经过了超级夜景的处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处理的效果增多了 非常非常多 面部变得明亮 而背部的这样的一个 过曝也消失掉了 我们再看一张 夜景的全景照 这张照片是我们的摄影师 在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拍摄的 这是在晚上拍摄的 这个云层是非常厚 也非常密的 这个地方呢 它在北极圈之内的300公里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云层的细节 保留得特别的好 并且近处的灯 车 这种细节也保留得也非常好 还有另外一个照片 拍的圣火 摄影师告诉我说 这张照片拍摄的难度是 这个火是特别亮的 但是我们的背景是特别暗的 相互之间有着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对比度 所以是要去拍亮的时候 想保留暗处是非常难的 这张照片也非常好地保留了 火的亮 以及我们背景的人物 也保留下来 还有一个通过长报官 在北极圈拍的 这样的极光照片 通过长报官做到的 下面我想 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MX686跟MX600 它最大的区别 就是1-0给0-8 也就是友商的单像素点 是1-0 我们是0-8 通过四合一 友商变为2-0 我们是1-6 所以说大像素点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拍暗光 拍夜景 因为你的近光量多 所以我一直认为 友商应该在拍暗光的时候 应该它的效果 应该超过我们的开山林 但是当我们 把照片的对比拿过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 友商在暗光下拍摄 好像效果也不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简性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友商的整个的颜色 完全偏色了 第一个是完全的偏色 第二个问题是 东泡里的乌丝的细节 已经变糊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我们东泡里的东丝的细节 保留得非常的好 但友商已经泛白 发糊 我们这个场景之外 我们又换了一个场景 我们又拍了一个室内 这个室内的东光 是通过一个乌斯东的东光 发出来的光源 乌斯东它是一种暖色光 但是友商拍出来这个照片 已经完全变成了冷色 至于它的偏色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再去看细节 阿弗尔切塔 我们的细节保留得是非常好的 而友商的也已经模糊了 所以说 我认为友商 不论是深色 乔教 算法 感觉好像没有达到标杆的水平 希望友商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 赶上我们 好不好 好 下面再介绍一个特别有趣的功能 就是 男孩子跟女朋友拍照片 经常被骂 女朋友老师说 你怎么把我拍得那么丑 或者那么拍得不好 我们这次有了一个前后剑影的模式 前后剑影模式 也就是说 把长框比拉到了2.39比1 2.39比1 这样子以后就有一个 剑影女主角的感觉 这是可能你经常拍的照片 但是我们拉成了 2.39比1的比例之后 就是这样一种对比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一个剑影女主角的感觉 我相信你用了这样一个模式 给你的女朋友拍照片的话 你的女朋友一定非常地喜欢 当然我们的前置也是支持的 前置也支持 小米推出了魔法换签 这个功能 我发现是大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功能 因为大家发现 换一个签器 好像就是换了一种心情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又新增了8款换签的滤镜 魔法换签 我们可以 这是拍的北京故宫 我们换一件 可以有白云 再换一次 可以有晚霞 前段时间 北京下了一场雪 对吗 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的微博 都有非常多的雪景 雪的照片 我相信南方的朋友 非常的羡慕我们 一直希望说 我们这边怎么不下雪 有了开三菱 你也可以让前下雪 一件漫前飞雪 大家可以去 三亚呀 去塞班呀 或者去普吉岛拍个照片 然后让那里去下雪 对吧 这个 并且可以呢 跟实验师一样修图 他直出若格式 专业摄影师 可以用他来做你的编辑 同时呢 我们可以拍Vlog 专业Plog非常的麻烦 有的开三菱 你可以怎么样 拍四到五段视频 然后用这个格式 然后就可以出来 我们给大家配了 非常多的模板 我们通过一个演示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拍完了这个Vlog呢 这个就是拍了四段视频 然后一键 就可以生成了 拍完Vlog之后呢 大家可能还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语音 通过把文字编辑进去 我们有一个语音编辑文字 哈喽 我们来看看K30的语音字幕功能 我说话的同时 就自动生成文字了 拍完视频后 还可以对字幕再次编辑 是不是超级方便呢 赶紧去试试看吧 好 那么除了这个 可以通过语音来 自动编辑这个字幕之外呢 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照片里面 手机里面都送了 非常多的照片 你可以最多选择 二十张照片 也生成一个Vlog 这就是我们在Vlog上面 所做非常多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 拍摄四到五段视频 自动生成Vlog 第二个 通过语音输入 自动编辑字幕 第三 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照片 也生成一个类似视频的 这样一个Vlog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 这几个功能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它带来的 在拍照方面 索尼六千四百万 前后六摄 并且带来非常多的 有趣的功能 谈完拍照 最后一部分 谈一下5G的旗舰的企业 那么刚才也讲过 5G手机在初期的时候 它的功耗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一次 我们搭载了 四千五百毫安时的大电池 同时呢 有了一个 三十瓦的急速闪称 谈到这个 每次谈到充电 我就有点这个 好像这次叫三炉 是吧 三炉 这个大家应该 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 是吧 在我们Note8发布的时候 我们是全系标配了十八瓦 友商同期发布了一款 叫9X9X Pro的产品 两千多元是十瓦 我看到了非常多的人 留言说 非常多的水军来说 人家的十瓦 比你的十八瓦还要快 所以我们现场就做了 一个对比的测试 事实证明 十八瓦比十瓦 还是快非常多 还是快非常多 所以说十瓦大于十八瓦 这是不可学的 这个可能吗 可能吗 那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友商很快到了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之后 好像还有很久 这个视频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我们再播一次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看简单在哪 第一是开始的速度 接着冲到百分之百之后 再充电的 冲到百分之百和充满 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们请后台再播一次 百分之百之后 还有二十分钟还在充电 好 给点掌声 谢谢 谢谢 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实测的结果 实测的结果 这个结果还是非常出乎意料 我们是四千五百毫安时 友商是四千两百毫安时 键池大了三百毫安时 我们是三十瓦的充电 友商是四十瓦的充电 但是我们充满是六十六分钟 友商充满七十五分钟 差了十分钟 其实我也看到 有非常多的测试 可能这个数据跟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 充满和充到百分之百 非常多的测试 只充到百分之百就宣布说 它是充满的 但是充满和充到百分之百 极确差异很大 极确差异很大 这是大约充到百分之百到充满 大约它们还有二十分钟 还有二十分钟 那么好 大家可能在想说 很神奇 很神奇 有的时候我也 这个我们的工程师 给到我这个数据之后 我也有点这个难以置信 那么没想到这个三十瓦 大约四十瓦 今天变成了可能 变成可能 所以我说 这个有少在谈玄学 我们得谈时重 那么前段时间我说 经常看到非常多的玄学的词 什么叫玄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叫矩阵相机 我听到这个词之后 我就问我们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影像的工程师 说什么叫矩阵相机 你告诉我 给我讲讲 讲不出来 我问了好多的人 每个人都讲不出来 后来我发现他们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Matrix Camera 然后我就为了很多人说 什么叫Matrix Camera 很多人讲不出来 其实不就是个相机吗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搞出一个 非常难懂的 什么叫做实证 做实证就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数据 都有来源 让我们每一个数据 都要经得起 实验的考证 并且能够让我们的实验 可重复 这都是我们在大学里 我们学理科 学理科功课 做实验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的就是说 你所有的结果 都要进得起实验的考证 以及它可在线 所以我们保证 我们所有的数据 是可重复的 可验证的 我们现场也来了 非常多的KOL 也欢迎大家 拿我们的产品 和以前的产品 去做一个充电的对比 好 大家一定想知道说 为什么有这个差异 好 它两件 第一个就是 充电器的功率和 充电器的功率 和我们坚持之后 充电器的功率 是两回事 充电器 大家才说 40瓦 充电器是不是40瓦 不是 因为中间 有一个转换的效率 转换的效率 越高 你充电器的越多 这一次 我们采用了一个 独立的高效的建核泵 它的充电的效率 达到了97% 最后它非常的高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充电 大家要清楚一点 充电不是一个 线性概念 线性概念就是说 它不是一条线 拉上去的 它不是一个 线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讲的 20瓦也好 30瓦 40瓦也好 100瓦也好 它都是最峰值的 这样的一个 功率的输出 所以呢 充电就于一种 长跑 假设我们把充电 看作一个 1000米的长跑的话 前100米跑得快 不代表你能够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中间 因为有可能 你前面跑得快 后面你的速度 衰减得特别快 前面可能我们 充电的速度小一点 但是它持续的 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这两条曲线 就非常直干地 说明了 友商开始 充得很猛 但是速度下滑得 非常快 我们开始 充得可能 没有那么猛 但是我们这个速度 持续的时间长 并且后面 我们摔一点的 也慢 这大约就是 它的充电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用 4500毫安时 30瓦的充电 它的充电的速度 可以快过 我们友商的 4200万毫安时 40瓦的快充的原因 希望今天的 这个讲解 能够解决掉 我们大部分 手机爱好者 对于快充 这个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 知识的普及 Redmi也会在未来 推出 更快的充电的速度 希望大家 拭目以待 手机的功耗很大 所以 5G手机的功耗 开始的时候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 散热的要求 会非常的高 这一次 我们采用的 叫5毫米的直径 这个铜管 比原来的 我们是要大一些的 它可以把我们 核心的温度 降低 7摄氏度 友商这一次 采用的是一个 8毫米直径的铜管 8毫米直径的铜管 即便一个是 采用了5毫米 一个采用了8毫米 但是 它的热源的温度 在25度的室温之下 用打20分钟的 王者的荣耀 并且特效全开 我们看到热力图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比友商 还是进了有一度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说 为什么人家是8毫米 你是5毫米 你的散热还比别人好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我想 我们的老朋友也都知道 这是我们在 Note8发布的时候 友商送给我们的一句话 我们今天也要回送友商 好吗 这个技术确实成熟了 我们采用了 隐藏式的侧原指纹 更窄 更快 更准确 大家可以拿出来 跟我们的友商去比一下 今天我们就不比了 同时还支持 多功能的NFC 支持双频GPS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高通 第一次在7系列支持了双频GPS 还有大家喜欢的功能 一个都不少 Type-C 3.5的耳机孔 还有横外遥控 这几千确实我们这几个功能 都没有放出来 我看到很多人说 是不是你们都要 把哪一个给删掉了 大家最不想删的 就是这个横外的功能 告诉大家 全部都保留了 上一次我们这个Karling 没有横外遥控 被大家骂死了 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把横外拿叫了 这个 音频方面呢 也非常的好 1217的超线喇叭 Smart PE 并且通过了 HIRIS Audio的认证 并且搭载了 MIUI 11 搭载MIUI 11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 K30的5G版 主要如下几个功能 首发高通效能 705G 支持通过了7纳米 EUV的制程工艺 5G双模 支持SASA 支持三路全发的 Mart Link 索尼6400万 我暂时还不想换5G的手机 但是我还想体验120赫兹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Redmi K30四级版 Redmi K30的四级版呢 一共有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都是高光色 紫玉幻境 这个我发现 这高光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深海微光 以及花影金横 并且 它的屏幕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这两款产品的屏幕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都是120赫兹的流速屏 并且在相机方面 几乎几乎完全一样 只有一个小减的差异 就是500万的微距 变成了200万的微距相机 处理器是高通骁龙730G 这是迄今为止 高通7系列最好的 4G的处理器 那么这个就是 K30的5G版 和K304G版的 它的差异 就是4点 处理器的差异 微距的差异 快充是30瓦和27瓦的差异 以及双频GPS 所以说大家可以 简单地可以理解为 应该来说 两个之间的差异 几乎就是 4G处理器和5G处理器 它的主要的差异 那么我希望 这个图能够给大家 讲得非常的清楚 K30的5G和K30的4G 到底有哪些差别 我们再看一个 王一博的TVC 你有真正爱过吗 不是说简单地喜欢 我是说 为所爱 不顾一切的热爱 热爱 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热爱 是横扫阻碍 聚焦所爱 热爱 是倍速从次 把不起眼的每一秒 变成至关重要的 120个瞬间 要么不爱 要么全速热爱 软米T30起零 5G先锋 全速热爱 这个王一博 确实俏舞 俏得非常好看 然后我也在微博 后来问大家说 王一博这个舞叫什么舞 其实我问过他了 他告诉我说 这个舞就叫流速舞 叫流速舞 这个舞就是为我们 120赫兹编排的一段舞蹈 帮我翻译一下 这是大家最期待的 对不对 我知道今天 你们都在网上猜价钱 猜价钱 好 先看的是K30的5G版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主流的5G手机的价钱 从最右边的8000元 到最左边的3299元 的确 在5G的初期 手机是非常贵的 主要就是我们的研发成本的分摊 开始的产业链不成熟 所带来的或者规模的原因 所带来整个产业链 到目前为止 成本还是非常的高 我们再给我们的相爱相杀的友商 还是要逐项再比一下 那么 第一个人我们看一下连接 那么在连接方面 我们都是SA跟SA 但是我们是三路并发 又要是双路并发 性能方面 765G跟麒麟990的4G版 相比 它们在性能方面是与我们的 它们是2加2加4的架构 我们是1加1加6的架构 但是我们在三项领向于它 第一个是我们是7纳米UV 共新一代的工艺制程 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集成式的 友商式外挂式的 第三个我们是30瓦的急速快充 速度快于友商的40瓦 在屏幕方面 全面胜出 我们是6.67寸 友商是6.57寸 我们是120Hz流速屏 友商是60Hz 我们是4.38的小孔 友商是5.08的孔径 在拍照方面 在拍照方面 我们是最新的 RMX686的传感器 友商是RMX600 我们的技术比友商领先了接近两年 并且是我们后制的4摄 友商是后制的3摄 我们再看一个统一的对比 那么这个对比 我觉得大约就一项 友商是圣文出的 就是他们的整个他们的处理 但是我们也大约看了一下 整个安兔兔的跑分 他们的跑分 大概在40万分 765G的跑分 大概在33万分到34万分 所以我认为 这个跑分的差距是有 但是差距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大 因为今天最新的处理器 已经到了50万分 50万分 所以我说 友商的这颗芯片 谈不上是一个旗舰的处理器 也最多就算一个准旗舰的处理器 那么友商产品的价钱是 3259起 大家最期待的可能是 我们开30的5G版 我们的价钱到底是多少 大家一起给我倒数321好不好 321 Redmi把5G手机带入2000元以内 我们重回1999 我知道今天在网上大部分的价钱 都在2699 但是 我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1999 我相信 由于Redmi的存在 一定会加快5G的普及 没有5G手机的普及 就不可能有5G K了应应的快速的出来 没有5GK了应的出来 流量就不可能起来 资费就不可能下来 网络铺盖的速度 它的覆盖率就不可能起来 所以要解决今天5G技术所带来的四大 所存在的四大问题 只有率先 先把5G争断的价钱降下来 我希望这才是真正的5G先锋 我希望这才是真正的5G先锋 我们5G先锋最正的目的 继续要打败5G标杆 我们还有其他三个配置 6加128 2299 8加128 2599 8加256 2899 四个配置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选择 四个配置 四个颜色 Redmi 开30四级版 1599 我们也有其他三个配置 6加128 1699 8加128 1899 8加256 2199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开30的四级版 1599起 开30的5G版 1999起 希望大家满意 开30的四级版 我们会在今天下午 开启静静的预售 在双十二项午 十点中进行首卖 大家也一定会期待 开30的5G版 什么时候开售 我们已经进入了量产爬坡 我们会在 1月份进行开售 一定会让大家 在春节前 硬上Redmi 开30 5G手机 拿着开30 5G 回家 过年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五款产品 Redmi 开30系列 Redmi 轻薄本 Redmi Book 13 全面屏 Redmi 首款的小爱音箱 Redmi 首款的路由器 以及Redmi 大魔王 希望这五款产品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并且不需此行 给大家还准备了 现场的礼物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这一年走来 坦率的来讲 有点不容易 此时此刻 感慨万千 万千感慨 谢谢大家 对Redmi一路的支持 谢谢大家 对我的厚爱 宽容 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 本次发布会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与 请大家有序离场 同时我们为大家 精心准备了 新品体验区 体验本次发布的 Redmi K30系列 与其他新品 体验区 在发布会出口处 欢迎现场来宾 前往体验 今日发布会 伴手礼 以礼物码形式发放 在产品开售后 七个工作日内 短信发放到 到场嘉宾手机中 感谢大家理解配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与其他的 年轻人 MING PAO TORONTO 本次发布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与 请大家有序离场 同时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新品体验区 体验本次发布的Dreadme K30系列与其他新品 体验区在发布会出口处 欢迎现场来宾前往体验 今日发布会伴手礼 以礼物码形式发放 在产品开售后七个工作日内 短信发放到到场嘉宾手机中 感谢大家理解配合 本次发布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与 请大家有序离场 谢谢配合 感谢大家 哦 天呐 下柜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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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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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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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 6400万前后六胜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全速前进 一刻不等待 5G双模旗舰 软米T30系列 5G先锋全速热爱 热爱是横槽走爱 聚焦索爱